3. 啊 啊 是怎樣我們家這麼垃圾 這麼亂 哎 公共空間有垃圾有還亂 哎 家人也一樣有垃圾有還亂 我明明真的乾淨啊 哇 有夠厲害 那真正有這麼厲害的超人 敢不敢來跟我鬥三天 你是在叫我們是嗎 蛤 你們是超人 蛤 我不對 你們會叫我們清淨到5S超人 我們的超能力 就是專門幫助社區的人 創作一個優質清淨的社區環境 也要跟每一個人 用成良好的衛生習慣 敢吃是嗎 所以姐姐阿姨 你們可以跟我們鬥三天是嗎 好呀 你不要叫我阿姨啦 我叫媽子 她叫可博物 今天的出現最大的目的 是要幫助大家學校 清淨到5S的運動 清淨到5S 那是什麼 5S運動 是管理好的新工具 主要是占對生活環境的 品質及管理 可以幫助社區 創作民論 清淨的環境 提醒整個社區的 衛生標章 年輕控八年 環保室將於導致 清淨港風各出兵 歷史生活運動中 就是現在大家看到 清淨港風5S運動啊 5S運動的內容包括 1S精力 2S精鈍 3S清掃 4S清潔 5S夠用 主要是為了要創作 安全 舒適 規律 清淨港風的生活 及提供環境的品質 讓每個剛才的人都覺得 回去家裡 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情 哇 真厲害喔 媽姐阿姨 你快幫我加好嗎 哎唷 我是大姐姐嘛 哈 算算去 看你這麼多為了環境困難 就讓我來好好為你說明啦 社區要讓所有人動心合力 做好清淨港風5S的工作 最理想的方式 是由村 里 林中 這些大家庭來發動 包含協助村來 環保技工 及協助技工 編組 環保技工的指定 是協助社區 請你自由 及公共去協助 協助 協助技工的指定 是協助協助的進行 和委員會的行為進行順雜 並錄 通募 通募 最好的作法是 嘿嘿 大家看這個清淨港風5S運動的方法啦 5S運動第一的S 精力也就是物品分類 要將物品分辨出 需要到無需要 無需要的物品要做好統計一中 而且它機器不處理 那就是主管回收 那如果是分類方法 簡單來說 可是一年來 都不會用過的東西 那就是根本的無路營 那就是不動營的東西 就不要感覺可笑 來得到 也應該要派人 定期瞬間社區 哩哩哩哩哩 人家派人的東西 對得亂七八糟 讓根本無路營 沒有在營的東西 這樣搬了生活的空間喔 說得對 不怪我總是覺得 我們的電力很看 怎麼會有什麼 多大的空間呢 嘿嘿 沒有不對 沒有不對啦 電力真的很重要 看來大家都有 等到想法啦 接下來是第2S 是精淨 那就是定位管理 要了解公共大樓的管理規定 而且公共清淨到 5S運動的一項要點 規定出操作一項的環圍 而且要做作行動 把工具、材料、 充滿無路器材 把豬頂頂 這頂全人管理定期 建立社區財產清晨 確實一項無片的 使用定期制度 來確保主管 有好好運用 工具也要以使用的平衡度來分別 這年來散步過下載的營到的東西 可以通過收拾在社區的村口裡面 比較多的用到的東西 就可以方便拿到的地方 像剛才說的煮啦 運動器材啦 訂訂 而且要訂訂 無片的使用規制 使用完之後 也會去放回原來的地方 當然 譬如韓國路空間的部分 都應該要有標示 入住上市的使用辦法 趕快也要派全人來管理 設計標示的內容 應該要寫得清清楚楚 做會搭造一個輕鬆的地方 做好整頓的工作 可以讓社區的各種主管 清清楚楚 才可以讓所有主管 讓大家有好來利用 對啊 近你以後 我才發現很多人可以營的東西 都營在旁邊 實在是有夠浪費 做好整頓的工作 看起來 不然會帶好環境經濟 還可以生錢 生主管 一減幾六個 這位阿姊 你覺得很讚喔 接下來 我來替大家介紹 5S的第三項 第三S是清嫂 也就是定期拼嫂 要有效的設定好社區 清潔為好的標準 減利清潔的標準 做得定時 也要感到清潔中 更是清潔 可以由村長、離長、臨長 變成村、裡、臨的 環保幾天 和協助幾天 來鼓勵大家的清淨行動 現在需要清潔 村、裡、臨每個地方 全民挑戰 哪三部四角 建立照片社區 每一個地方 順便路線道 貼拾自工 因順便前進順遜 建立在車 定期進行這條路線 清潔學識區 和自願照顧區 利用單位的付接燈 和電路燈的清澈 人間做好管理 和表面的工作 正是創造清潔環境的 基本動作 是 說得沒錯 其實 看見沒有辦法清理的大廚 也能隨時利用 清淨工 從各處邊 你是新華網 做定路和通募 第四的S是清潔 要做到隨時保持清潔 用心做好 頭前三的S的工作 檢查更多的工作 建立視覺化的管理方式 而且按照檢查表 才會社區來清潔度 除了清潔以外 才是有發生氣質的修順 那就是環境 建築物有損害 是會影響大家的安全 要馬上回覆 海外減收 不管是公共環境 客家的環境 都應該要保持它的清潔 最重要的是 要用心每一個人 清潔的好習慣 維持環境的清潔 是不可以平坦 就由大家做好 隨時保持清潔 才能讓環境 不會又變得很爛 說得對 雖然整理清潔 但是如果沒有好好的維持 客戶一個不主意又會變垃圾嗎 對 對 第五S是夠用 也就是夠有訓練 社區要建立五S運動的推動制度 必定年度夠有訓練 價位 有後來加強新組合 五S運動的觀念 也要更是一行 加減逃 好好用心每一個人 尊重規範 組織管理的良好習慣 大家作為維持環境的清潔 大家一間也一定要 好上到三天 不用每一個人 替別人失勝的心 環境自然都可以維持環境好 當時由村長、里長、臨長大鍋 讓每一位社區的人 都可以用心了解 政府對著清潔跟五S運動 進行的十四要點 最好上 可以定義標用 組合跟個人的五S 有好表現的人 跟各種觀摩的活動 好的夠有訓練 可以建立大家 正確的五S觀念 也可以讓新北京社區的民主 沒什麼東西都不知道 很快就可以變成大家 看法的朋友 嘿嘿 說得對 我們來夠有訓練 是這麼重要 我們一定要把好的方法 演唱下去 以上所說的 大家當然了解 只要像這樣 隨時叫好五S的定義 大家都不用擔心 環境垃圾 可以共同創作一個 精潔清潔的家園 關系各種清潔跟五S的相關程式 還可以去清潔跟五S出兵 網站雜數 社區也可以利用網站 會保五S的實實進度 謝謝清潔跟五S 看到家裡這麼清潔 從今天開始 我每天都可以快快落落回來家 不難耶 看到本來 亂七八糟不可以使用的健身房 現在這麼清潔 以後我要打拼運動 會讓我親手不怕的身材 還有 還有 我本來跟六S的實驗 也很好 以後我要利用時間 常常來這裡託主 大家了解清潔跟五S的好處還是 不知道 還有 大家是不是願意來保持 做會為好社區的清潔環境呢 嗯 你們不用擔心 總之 我們和小朋友 會好好和大家一起為了 對 小朋友 我相信你會做得很好 好 最後 你是不是要跟大家說一句話 小朋友 去啦 不用走 清潔跟五S 有這生活真意義 耶 柯伯伍 請大家記好這五個作法 一是精力 一是精鈍 三是清掃 四是清潔 五是套用 共同創作一個精髓清潔的下課環境 平靜以環境保護術 關心你